鄧飛是一個親中的校長 鄉島中學的校長 他也有幾個說話 之前我聽過鄧飛的訪問 他說有關歷史 中史 西史 都說得挺好的 因為他本身是一個可能歷史科老師也沒頂 在升校長之前 可能他的專業裡面 大部分時間都是研究中西史 因為他教中西史也沒頂 所以聽他說一些中西史 或者中西史活用在中西史裡面發生的事 在現代的一些事件上面 他好像說在頭頭的事有幾個道理 好了 但是鄧飛最近出了事 露了底 我形容鄧飛很簡單 一群豬魚裡面選出來的最高大一個 都是豬魚 聽得明白嗎? 一群豬魚 選出來最高大一個 其實都是豬魚 現在的愛國者治港 我不是說愛國者治港 但現在的愛國者治港 在香港也圈了那群人太少了 在那群人選出來的 鄧飛已經是這麼多個之中最突出的了 他選了這個出來 甚至乎說他有機會做教育局局長 但現在他出來 第一個 是對著一個中學生 他已經被學校被迫剪了頭髮的了 就是已經把長頭髮剪短了 但是他身為不甘 他就不是去告 他去評機會投訴 那我就希望他的印象就是說 或者他的印象就是說 他看到長毛的案件 是有機會頭髮的長短 是跟性別歧視有關的 所以他希望平機會 去幫忙看一看 審判或者跟學校協調一下 究竟在性別歧視條例裡面 如果一個男學生不給漸漸 不給漸漸頭髮是應不應該的 好了 那個學生自己 在次來訪問的時候 都懂得說在法例上 是有四個實驗的 就是法例上其實有四個基準 是要你的四個基準裡面 是你破壞了 好了 你跟著還要解釋 究竟你有什麼原因 是破壞了四個基準 你才由法院判決你有沒有性別歧視 好了 現在那個學生都說了 說那四個基準 跟著就希望學校校方解釋一下 就是跟這個機會解釋一下 為什麼那四個基準 是他覺得是沒有破壞的 甚至破壞了是有原因的 那才看看是不是真的中了 是干犯了性別歧視條例 那學生說得就是頭頭是道 說到一個中學生說得非常之好 是通識很好 說到法例的原意 說到法例性的精髓 說到長毛案件都是測試的四個元素 也都說到當時懲教署 是沒有辦法滿足法庭 是令法庭相信懲教署的答辯 是可以豁免他那四個干犯 好了 這個就是當時的情況了 但是鄧飛學出來怎樣呢 哇 真是廢話連篇 第一個他就說成立一個法例 就希望男生的義勇 這個義勇可以整潔一些 因為男生大汗 哇 這是廢話來的 就是如果你作為一個校長 你或者作為一個立法議員 或者作為什麼學校聯會 校長會的副主席 教聯會副主席 如果作為一個這樣的身份的人 你出來撲出來說呢 他當時就說這個學校不可以亂回答的 學校亂回答的 全國學校都會受影響的 但是如果你代表學校出來說呢 你說的就是廢話 我包你說的話呢 上到法院呢 法院一定判你性別拘事條例 是中了 就是干犯了 是一定要收回校規 那就是說鄧菲說的話 這些廢話呢 根本是完全沒有質地的 就是沒有養份的 那些校長聽完之後 如果照樣說呢 是踩到屁股 好了 接著他進一步說 當主持人多問他幾句呢 他發覺自己不懂得回答的時候呢 他就說這些不用討論 這樣的人也有的 高高在上的 你自己接受訪問的時候呢 記者問你問題的時候 他已經不用討論的 那就是他自己不懂得回答 好了 接著他就再踩另一件事 他就說呢 香港現在學生不夠 那學生又不夠 原因就是沒有了雙飛 學生的出生都不斷下降 在沙士和203年 204那兩年呢 他的出生是大降的 接著那個製造就有了 就是雙飛寶寶 但是現在雙飛已經沒有了 他都不來香港讀書了 那所以呢 現在適靈兒童入學的人數是少的 那學校面對著的殺校 好了 鄧飛說些什麼廢話呢 他就說現在呢 最好全港學校呢 凍結了那個班級 不要再殺班 不要再殺校了 接著呢 有幾多學生就照除照派了 那這樣的計法 紛紛把那些學校 那些學校十個學生模糊的 一班 平均可能只有十幾個學生而已 二十個學生不夠的 那這個鄧飛 你有沒有想過香港政府 怎樣去用那些資源呢 多少錢呢 給一個學生 好了 第二 接著他就說呢 嚴眉之急呢 解嚴眉之急就是呢 就是 凍結了那些學校的班級 接著讓那些學生平均派出去 好了 接著長遠怎麼解決呢 他就給香港 給東南亞 給中國大陸的學生來香港讀書 那不過就不是資助的 讓他自費 你知道香港讀書多貴嗎 你知道香港一個學生 知道多少錢一年嗎 你猜東南亞或者中國大陸的人 究竟他願不願意付出這麼多錢 來香港讀公立學校呢 你香港公立學校是不是很輕鄉呢 你是不是在黃隱華隱呢 是留下位置給他們呢 如果不是的話 他們為什麼要來香港讀一些公立學校呢 難道他們當然了 他鄉島的學校呢 是值資的 他當然是希望呢 有外國學生來可以讀了 可以有收入了 但是你香港究竟有什麼輕鄉 香港的文章 究竟有什麼國際性的認可 或者香港本身的教育制度 看了多突出 令到東南亞或者中國大陸的家長呢 是願意送的子女來香港讀中小學呢 這個真是莫名其妙了 讀大學可以 讀中小學我覺得 簡直就是天方夜譚 所以鄧飛這個人呢 可以看的 就是一個矮仔堆當中 豬魚堆當中呢 就算是最高大也好 都仍然是一個豬魚 那就是簡單說呢 他越講得多呢 發覺他越露底 是越不懂越亂地說 也都不明白呢 為什麼呢 中國大陸呢 北京呢 會看鄧飛看得這麼高 現在看來鄧飛呢 一出來露兩個底 講一講中學生的長頭髮 講一講呢 就是殺效 或者甚至呢 輸入這個學生給香港的中小學 包括公立學校 或者包括資助中學 這些簡直就是天方夜譚 可以看到鄧飛呢 一來又不熟法例 二來又不熟政策 三來又不熟一些政策下面的範疇 包括了呢 究竟香港政府每一年 用了百百多億 甚至成千億 加上一些特別津貼的公帑 去呢 就是養活 那些學校 或者經過校本條例呢 去呢 資助香港的學生 究竟平均的學生 要資助多少錢 如果這些錢 變成自費 每一個學生 就是說 東南亞利 不計住宿 只是給學費 都要給幾十萬 再加上住宿 另外給幾十萬 百多萬想他們來香港讀書 是不是傻了呢 為什麼不去英國讀呢 這個簡直是鄧飛 簡直是爽想 爽想天花板 我剛剛就是想 想著問你那些學生 來可不可以自理呢 是不是有自己的租房 不可以自理 怎麼來香港讀書呢 中學生 小學生 小學生 小學生這麼小 又怎麼可以呢 你帶學生來香港 就說大過了 可以有一個房間 給他住 他可以自己生活 小學生怎麼可以呢 如果小學生 真的來香港 是不是爸爸媽媽 要我來這裡幫忙照顧 臭小孩去上學呢 我自己在想著這個問題 剛剛潘先生說的 哎呀 如果是全資 人家自己就要出錢來香港 賀費他們 他們給啦 如果他在香港的話 他那個居住的那些環境 怎麼聯絡那些小孩 可以安心條件去上學 我小朋友 在屯門那裡有一間學校是可以的 很出名的學校 但是那間 不是說的名字 免得踩出人家 那學很漂亮的 在屯門 在黃金海岸的山頭上面 嗯 你知道那間了 不要說名字了 我知道 我知道 那間設計 都是預料到別人那裡住宿的 就是等於英國幾宿學校一樣的 是國際級的 但是都是只有那間而已 其他學校呢 鄧飛你那間這樣的鄉島中學 有沒有辦法在這個宿舍 可以照顧海外來的學生呢 又或者如果人家交了這麼多錢 願不願你香港那間鄉島中學 大哥 人家屯門那間是國際學校來的 國際級別 國際名校來的 不是你香港本地學校的 就算你說我英往我願意收外地學生 你可以收多少個 怎樣住 怎樣去照顧他們 怎樣保證他們安全 你如果說我去英國 如果鄧飛是校長的話 那這個真是令人很失望 那沒理由不知道 香港人去英國那些鋪牌的 你在英國讀著一些寄宿學校 尤其是小的朋友 小學的朋友或者初中的朋友 都要寄宿的嘛 很嚴重的嘛 要給寄宿錢的 你那裡都幾錢一年了 那如果香港 你說的只是政府資助學校 每一個學童的金額 分分鐘比英國學費更貴 那為什麼我要不去英國 要來香港呢 這個整個簡單的說 鄧飛可以這麼看的 真是非常之弱 我自己覺得你要吸引 吸那些東南亞或者大陸的學生來香港 像潘先生說的 你有沒有一個卡飲力 卡飲力 你不說 卡飲力 另外你都看到 是因為香港的學生走了 香港的統計的數字 就有25400個中小學生走了 我除了一下 25400除香港的平均班數的人數 32.5就781班了 真的少了這麼多班級 所以這個數字真的挺驚人的 香港之前是輸不到學生 要殺後的嘛 那如果真的要殺 七百多班都要殺了 現在香港就去 是啊 大校宿科很嚴重的 在說中學來講呢 搞到香港會死的 就是沒有做中學的會 那就是說 整件事情講 香港教育政策方面 根本就沒有想清楚 怎樣去面對現在的問題 包括香港學生走了 那不是香港獨立 那是不是真的根據機制去殺豹縮班呢 先縮班後殺校的 跟著老師的席位都會少了 那這個是整件 不單止香港經濟問題 連員的供應系統或者教育系統都出問題 嗯 是的 就是可能很多老師要失誤 嗯 我講回現在香港最近熱 很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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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就很特別的 你看新聞報道 有些人說 香港今天最高溫度36.1度 破了什麼紀錄這樣 但是其實你看回天文台的網站 它有一個每天最高溫度的 那如果大家看天文台網站 就是不是網站 看它的Apps 天文台Apps 在它的左下角呢 有一個地圖鍵 你按過地圖鍵的時候呢 你看到一些 就是香港天文台的統計數據 當日的統計數據 你近回在上面中間有個打橫呢 有一個就menu bar 那你按回每天的最高溫度呢 今天這樣算一下 我再再給個溫度 讀一讀給大家看 都幾恐怖的 那你猜不到啊 今天最高溫度啊 就在上水39度 39度啊 接著就是元朗38.4度 錦田37.9度 這個是郊外 在郊外 船灣淡水湖 那個站 36.9度 打鼓嶺38.3度 沙田 36.9度 市區 36.8度 尖沙咀 36.1度 最涼的西貢 34度 那南區也是34度 很不恐怖啊 恐怖啊 它又不是很曬的 它曬 它就不是那種 太陽曬得非常冷冷 赤的那種不是的 它又不是完全很曬的 就是跟你最曬的情況不是的 但是氣溫很熱 那些風很熱 那個溫度很熱很熱 你現在走一走就全身濕曬了 我會不會打風呢 我在想 打風 打風不會打風就更濕 現在打風就要講 那個富裕帶高氣壓 那個富裕帶高壓脊 究竟維持在哪裡 現在那個C字 那個富裕 那個富高呢 其實是在香港邊緣的 就是說 如果現在呢 在菲律賓 在呂宋附近 形成了風的話 就可以打到香港了 而且呢 海水溫度是因為這幾天 來到整個七月底 就是說未來十天都會這麼熱的 那海水溫度會因為這樣 曬到高溫了的話呢 到時如果有風的話呢 源源不絕的熱能 變成動能呢 就會令到颱風呢 強勁很多的 可能會出現超級颱風的 那這個呢 現在接下來去到七月底 都會呢 就是天晴 那就是說呢 有機會到八月初呢 那如果打風的話呢 那個風的破壞也可能很大 嗯 我們最後講回兩個話題 一個是世衛將個號斗 列為國際關注的 大法公共衛生事件 但是香港政府就說 為脈絲的奸殘 其實這個是不是都會幾大件事呢 不大件事我看就 這樣講的 原來呢過去呢 十幾年呢 其實可能有十幾個病呢 十幾個疫症啊 包括伊波拉呢 伊波拉呢 伊波拉呢 有2013年 2018年版 2019年版 又或者包括呢 就是Yellow Fever 就是黃熱病 那黃熱病呢 就在非洲和南美洲呢 性行的 那又或者呢 甚至乎其他呢 包括中東呼吸病毒症 這些呢 曾經呢 都是在一個專家委員會上 就是世衛專家委員會上呢 是討論究竟 應不應該呢 就是呢 就形成成 成為一個呢 就是國際應該關注的 就是共同處理的一些呢 國際 強應的一些呢 就是疫症的事件 他說現在呢 原來啊 喉悼病呢 是在6月呢 是曾經專家開過會的 當時專家是不認為呢 他應該被列為呢 這個呢 就是 國際關注的疾病 那麼呢 他雖然是疫情 也都雖然呢 已經呢 超過一個國家呢 是被感染的 但是呢 他出現的死亡 和個案的數量呢 是未足以這樣做的 但是譚德塞 這次是譚德塞自己頒布的 就原來專家委員會是沒有共識的 那就是譚德塞呢 是不經專家委員會 就自己宣佈了他 而當中呢 之前一個多月呢 有人說的了 那麼美國呢 那麼巧有人推銷 這個喉悼病的疫苗 那麼譚德塞這樣做 其實是不是等於呢 去逼全世界呢 都是又要買疫苗呢 逼我們又打針呢 這個真的 就是可能他沒有那麼深 但是呢 有這樣的結果 那麼現在呢 你講一講了 就是說呢 現在這個呢 喉悼病有多嚴重呢 全世界都有十 大概一萬五千宗個案 一萬五千宗 那麼當中呢 聲稱有可能 因為喉悼病死亡的呢 都是非洲 那麼呢 非洲的一些衛生部呢 或者非洲的部門說呢 有大概五個人呢 死於喉悼病 那麼好了 全世界都有七十一個國家 起碼七十一個國家呢 是受到傳播 那麼這七十一個國家呢 不是全部出現了本土個案的 在東亞洲呢 只有新加坡有本土個案的而已 那麼呢 那麼呢 原來台灣呢 或者南韓呢 或者泰國呢 都是海外輸入的個案 就是譬如里利亞人 或者台灣的留學生 自己的留學生 在德國和美國回到台灣的時候呢 就正式感染了 這個並不是本土個案 本土個案只是在新加坡有幾宗而已 那麼就是說呢 是不是很嚴重呢 還不是 它是怎樣傳播呢 現在都不知道的 那麼究竟呢 是不是好像有人這樣說呢 是經過同性的性接觸而傳播呢 還是或者其他傳播的途徑呢 西偉就說 不要戴口色眼鏡 不要認為是同性戀者才會感染 因為這樣很危險的 因為如果你不是同性戀者呢 或者不是有同性的性接觸呢 你就覺得沒有機會感染了 那麼其實世衛說呢 是未知名的社交的距離呢 或者社交的接觸呢 都可能會感染這個後斗病的 嗯 那陳德塞 陳德塞怎麼突然會這樣公佈的 因為它不見專家的意見 可以自己自把自回的 其實在這個 就是世衛那裡 它自己都應該有一個程序的嘛 程序就是專家委員會呢 要先推薦的 六月開完會的時候呢 是沒有推薦的 還是有爭議的 那麼就算你說呢 中東呼吸中核症 35%死亡率 又或者黃熱病呢 是說著呢 都有幾千人死了 而且呢 就有十幾萬人感染 這個數字呢 遠遠比呢 就是這個呢 喉斗病嚴重 但是都沒有被列為呢 都沒有被列為呢 都沒有被列為呢 就是沒有失敗的 就是專家委員會一樣呢 是不通過的 那為什麼譚德塞突然間呢 自己自行宣布喉斗病呢 有 就是有外媒呢 有懷疑呢 就跟呢 疫苗有關 因為呢 就可能呢 有人呢 是想推銷呢 這些喉斗病的疫苗 如果不去呢 由世衛去 將它呢 提升的 那個緊急級別呢 那就沒有國家呢 願意呢 買疫苗去接種 那就是說呢 譚德塞這個做法呢 有些像香港的專家 不斷捕疫苗專家一樣 那就是幫了疫苗的生產商呢 是捕生意 嗯 這個就真是恐怖了 那就是第二天 又是那些疫苗企業 人民就受苦啊 是啊 這個未來的未來 我問你一個問題 你猜佩洛西會不會去台灣呢 我自己覺得她不會去啦 如果給我個人想 佩洛西是第二次的了 不是第一次了 在前個月呢 她曾經說去台灣 結果都沒有去到的 那這次呢 她去台灣呢 就是有一個這樣的消息出來 那跟著出現的情況呢 就被軍方就說 佩洛西可能不適合時間過去了 那佩洛西也是一個政治的老手來的 那跟著傳出的消息很有趣的 就由美聯社傳出來 路透社傳出來 不是美聯社 路透社傳出來 就說呢 大陸警告啊 如果佩洛西照她訪問台灣呢 大陸可能有一個強硬 或者甚至軍事回應 這個奇怪了 大陸的 你知道啦 大陸的外交部 又或者大陸的這些解放軍發言人 都挺強硬的 那他們不是沒有出來的 那就是呢 你看不聽不到呢 他們有說過這些說話 但是呢 路透社就報道 你知道這個路透社的知識來源呢 其實是來自佩洛西 還是來自中國軍方的呢 或者來自外交部的呢 我有些懷疑呢 根本就可能是來自佩洛西的 他根本就沒有想著去的了 而呢 講到呢 就說如果呢 他一意孤行就去的話呢 可能呢 大概有軍事回應的 那就為了避免這些情況 他就不去了 會不會是這樣呢 所以我覺得呢 佩洛西最終是不會去的 暫時真的呢 還沒聽到呢 大陸呢 無論外交部呢 就是習慣了強硬的 尤其是趙立堅啦 又或者甚至乎呢 吳謙啊 那些解放軍的法人呢 都沒有講過說呢 是要軍事行動 應對佩洛西黨台的 嗯 就是根據西方媒體的報導 例如金融時報 都要講到的 就是現在暫時見到的訊息 就是顯示著 顯示著中共方面 就很緊張 很強硬 甚至乎可能去官司回應 就是怎麼說呢 佩洛西去訪問台灣 佩洛西在接送媒體採訪的時候 人家都問他這個問題 他又沒有講到 他就說 哦 拜登可能擔心我坐的飛機呢 就被解放軍打落來天 不過是呀 不過我呢 就沒有真正聽到他說的 啊 意思是你們你們你們 你又怎麼樣帶的就 就告訴我 這個信息就傳出來就是這樣了 不過你 所以你剛剛講的究竟佩洛西 他有沒有真的打算去台灣呢? 那現在媒體又炒作就是 說習近平就有 會問拜登 因為拜登中了招嘛 說走日康復啦 這個會問的電影裡面 就沒有提到我和習近平 他自己和拜登那個電話的會議啦 就是大家去聊天的打電話的 意思是意味著我要少少的問候你 威嚇你 如果你要派佩洛西去呢 我這個會議可能就有變化 我未必和你通電話 所以這個裡面的訊息 我覺得都挺複雜 所以你剛剛講的佩洛西 有沒有真的打算去 還是炒作呢? 不知道 現在看到中國這方面要強硬 美國方面現在就好像 我自己感覺是蘇騰沙 接著拜登又說有風險 美國官方又建議你不要去 怎麼樣呢?現在 就是覺得是最好就不要去啦 反正出一個第二個方案 潘洛西我就不去啦 第二個先去 第二個去代替我去了 有沒有可能呢? 其實歐洲議會的人去了 所以呢 歐洲議會的副議長就去了 其實他就不去 其實不是太過重要的 當然他去到很iconic 對台灣的支持啦 那你想想 佩洛西去到說什麼好呢? 佩洛西跟拜登是同一個政黨的 同一個政黨的 那佩洛西理論上是拜登的 你不要說是盟友啦 最少就是政治上的夥伴 那明知拜登將會和習近平通電話 而拜登現在處境 就是整個民主黨的處境 就是接下來年底的中期選舉呢 分分鐘就輸到派 那有什麼理由現在的時候搞到呢? 就是說如果拜登有機會 本來拜登去了訪問以色列再加 沙特阿拉伯的了 大家拿不到好結果回來 那麼現在又將會 當時就是說十天了 現在就是一星期後了 將會和習近平通電話 可能在電話裡邊呢 可能宣佈是大家聽得很好的 那麼可能呢 中國大陸願意在第一階段的 衛應協議裡邊幫幫忙的 又或者幫幫手就是和螺絲保持一定距離的 又或者甚至乎就是美國幫幫手就是減低中國的關稅的 中國是願意買多些美國貨的 那Kicklark可能也會令到拜登也撿回一堆沙 就是保障在年底的中期選舉不要這麼嚴重 那佩洛西有什麼理由去破壞它呢? 不會的 你是同一個陣營的嘛 有什麼理由去和拜登鬥氣呢? 那看來佩洛西去訪問的機會就是出訪台灣的機會是小的 那但是整件事怎麼傳出來呢? 到現在佩洛西都沒有說過 她說她預算自己在八月初去的 她沒有說過的 她只是在台灣傳出來 而佩洛西自己還沒有認過的 那她只不過現在回應回 就著這個說法呢 就算美國總統或者美國政界都對她有一些提示 她只是參與了這樣的討論而已 那至於你剛才說得對的 就說佩洛西說難道呢? 我收到一封就說如果我照行呢 大陸可能打了我的飛機下來 這一個呢是沒有任何證據是佩洛西說的 但是呢就在一些媒體上不斷傳的 就算是佩洛西訪問台灣這個信息 都是那些媒體引述其他官員的訊息 引出來的 佩洛西對加媒體 所以真的不知道 所以大家這個根源是怎麼傳出來的 然後大家都當作是一個事實 然後大家就為了這件事 為了不斷地發酵 然後形成了一個中美在那補疫 在那補量 和環球時報的前老總 就是胡錫進也要出來說 如果佩洛西要訪問台灣 做解放官的官機去搬飛 和它一起飛去台灣 不過現在在想如果假如 我們假設這個是一個大龍鳳 如果佩洛西真的不去台灣 那民主黨的中期的選舉的選前 什麼還大禍?大件事了會不會? 好看拜登的電話 我相信說說電話其實大家 不是等於我和你之間 我們什麼時候講電話 約完講電話再談 講電話之前 他在幕僚肯定談好電話內容 是不是? 肯定已經有共識的了 他在月十日時間 公佈得 就是他們已經預計了一些 那些 agenda有共識的了 那還要十日時間左右 就將這些共識 或者將一些 agenda 再細化 最後的電話內容 其實就肯定有一些內容 是支持到拜登的了 就是說拜登既然用不了 沙特阿拉伯 那麽可能這次用北京都未定 所以拜登也都希望通過這一次的通電話 或者好像剛剛講的關稅 貨物方面 就將美國的通脹壓低一下 現在的通脹都很厲害 拿些作數 是不是? 其實很簡單 美國可能提出一個問題的 可能沒有人知道的 中國其實買國際的穀物 買得很瘋狂的 因為中國本來沒有一個戰略糧倉的 但是在大概四、五年前開始 五年前左右大規模地建立戰略糧倉 中間出現過問題 就說倉原來裡面是刺的 本來買了很多東西 裡面不知道為什麼都不見了 但是anyway 事實上呢 國際的航運價格 就是說波羅斯克的指數 曾經是因為 不是現在 是在兩年前 那就是因為中國要建立這個糧倉 建立一個就是這個儲備 所以導致那個價格 就是那個運輸價格都升了很多 那會不會就是說 這次的compromise 就是美國總統拜登 希望中國暫時不要再儲倉了 那就是讓糧食呢 是可以釋放到世界有需要的人先 那會不會這樣都還沒頂 那就是說呢 總之呢 就是它兩個國家呢 是公佈得 在之前公佈的十天之後 開會 電話會議呢 它一定的幕僚呢 是有compromise 或者已經有一些agenda 到時候兩個領袖呢 在這個會議裡面 電話會議裡面說什麼 還有呢 就將會承諾些什麼